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台电对外举办的活动中 我爱地球妈妈多年来受到幼稚园小朋友的喜爱 以大型故事绘本结合戏剧演出、魔术表演及带动跳等方式 期望达成能源教育的效果 今年度的活动在全台巡回共60个场次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回顾一下 5月16号当天在新北市金山幼儿园的活动画面 台电公司我爱地球妈妈行动故事教育推广活动举办多年 以大型故事绘本进行儿童剧表演 所到之处受到幼稚园小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今年的活动在全台总共巡回60个场次 5月16号行动故事团队来到新北市的金山幼儿园 今天非常谢谢台电公司来我们学校 办理这个说故事的活动 把欢乐跟笑声带给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那我们幼儿园在新北市是属于偏远的地区 非常劝缺相关的活动相关的资源 那希望台电公司以后常常能够办这种大型的活动 把欢乐的种子带到我们学校来 今年度的行动故事团队以奇幻森林为剧本 游会编魔术的兔宝宝 爱将冷笑话的猴弟弟和小朋友玩互动游戏的大熊哥 还有最活泼可爱的杨美眉和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 而绘本的灵魂人物电力超人 更随时分享简单又实用的电力小尝试 就觉得这一次的活动蛮有意义的啦 因为就像刚刚他们讲的就是比如说很多地方像我们小时候 可能有像这些比较多有趣的东西可以看到一些话剧 那除了是说分享这些杰能省电的这些概念之外 也希望说可以把这些平常的这种艺术表演啊 深耕到小朋友的心中 2017年我爱地球妈妈全台巡回活动 在6月份画下圆满的句点 期望透过丰富有趣的故事及游戏 让能源及节点知识在小朋友的心中扎根萌芽 年复一年持续推广 和我们的下一代共同学习爱护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 台电公司新北市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